1月6号,据法国媒体对报的官方消息, 梅西被评为世界年度冠军之王, 58配仅是法国年度冠军之王。 再加上,1月4号国际足球历史和统计联合会公布 2022年世界最佳球员评选结果。 梅西短短两天时间连续收获大奖,没有任何争议。 其中,C罗都进不了以上两个榜单排名,非常尴尬。 世界年度冠军之王和法国年度冠军之王的活动 是由对报的记者们投票显出。 由于表彰世界年度最佳运动员和法国年度最佳运动员, 每名记者可选择5名运动员。 第一名得6分,第二名得4分,第三名得3分, 第四名得2分,第五名得1分。 最终,梅西得到808分,排名第一。 位列第二的是姆巴佩,得到381分。 网球运动员纳达尔得到285分,位于第三。 据统计,这是自2011年以来, 首次有足球运动员获得这一奖项。 巧合的是,上一次也是梅西当选。 两天时间,国际足球历史和统计联合会公布, 2022年世界最佳球员评选结果, 梅西得到275分, 利亚·姆巴佩·本泽玛·莫德里奇·哈兰德当选。 并且,第二名至第五名的得分, 加起来还不如梅西的三分之一。 足以体现梅西以绝对优势,荣获这个奖项。 2022年,梅西拿到了世界杯、欧美杯、法甲、 法国超级杯四座冠军奖杯, 并且打进35球,助攻30次, 还有收获世界杯金球奖,堪称完美一年。 现在进入2023年, 到时候评选的金球奖, 梅西将是头号热门。 第八座金球奖正在路上。 现在,梅西回到了巴黎俱乐部, 并且参加了训练。 俱乐部在训练基地组织一场简单的欢迎仪式, 球员、教练、工作人员列队欢迎阿根廷巨星回归, 并且向梅西鼓掌致敬。 此外,主帅加尔蒂埃透露梅西没有要求在巴黎主场 举行世界杯庆祝活动。 毕竟巴黎是法国俱乐部, 法国又在世界杯决赛输给阿根廷。 明天凌晨,巴西将出战法国杯比赛, 梅西确定不会随队前往课场。 最快迎来新年首战是1月11号, 巴黎生日尔曼VS昂热的法甲联赛。 一天前,巴萨俱乐部主席拉布尔塔 接受采访时宣称, 梅西离开巴萨之后, 他与梅西还有沟通、联系,已无隔阂。 不过,1月6号的世界体育报确认, 这一年多来,梅西和身边人从未与拉布尔塔有联系。 拉总再次撒谎,再次被打脸。 2021年夏天,梅西含泪告别诺堪普, 逼走梅西的头号人物自然是拉布尔塔。 当时,拉布尔塔已经确定不与梅西训约, 却在公开场合宣称,梅西即将训约。 拉总欺骗了所有人,包括梅西。 感受到背叛滋味的梅西, 不会原谅拉布尔塔的被刺行为。 不过,这一年多来,拉布尔塔一直强调, 自己和梅西有过沟通,双方误会已经消除,关系修复。 梅西在世界杯夺冠之后,拉布尔塔继续给自己贴金。 这部,最近的一次专访,就有雷同的剧情。 主持人问拉布尔塔,是否与梅西修复了关系呢? 没有任何质疑,拉布尔塔回答,是的,我可以告诉你, 我们有过联系。 梅西和拉布尔塔已经兵士前嫌了吗? 世界体育报求证,得到的答案完全不同。 梅西和身边人再次确认,梅西和拉布尔塔没有任何联系。 关于拉布尔塔的言论,梅西和身边人感到非常惊奇。 用欺骗的手段逼走梅西,这是拉布尔塔的污点。 尤其是当梅西成为世界杯冠军,成就囚王地位之后,巴萨损失巨大。 作为巴萨主席的拉布尔塔,硬着头皮吹嘘自己和梅西和好如初。 不断炒作梅西回归巴萨的话题,就是想弥补自己的错误。 对于拉布尔塔一系列的言论、炒作,梅西方面的态度一直是反感厌倦。 记者还提出一个焦点问题,巴萨欠梅西的钱还了吗? 拉布尔塔的回复是,已经结清。 对于这个问题,世界体育报暂时还无法求证。 2021年梅西告别巴萨时,巴萨还拖欠梅西4000万到5000万欧元的薪水。 从去年10月ESPN塞尔电台的报道来看,巴萨一直没有补上前行。 拉布尔塔所说的已父亲,并不能让人幸福。